請館碧琳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請部長就貝勳台 官委員好 部長好 這件事情到現在其實還沒有塵埃落定 那大家追問追查 對很多的細節也已經都釐清得很清楚 本席其實也有追查 也有非常內部的資訊 這件事情絕對不是你送出去 兩個調離限職的名單 所能夠承擔的 不是他們 層級之高 高到連你都沒有辦法抗拒 其實本席身歷其境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 戒嚴的年代 我們不要說五六十年代 我們說一直到七十年代 戒嚴的年代 有多少熱血的青年 他們因為愛國 受到洗腦的教育 把黨外就當作是台獨 就當作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就是匪諜 因為愛國 所以被警總也好 被調查局也好 吸收作為職業學生 我的同班同學就有兩位 其中有一位 曾經想要引劍吸收我 也其中有一位 目前仍在政府機關任職 這份流露出去的文件 它是因為中立事件發生的時候 它開始說匪諜這麼猖獗 導致於中立事件 所以它開始去編織 它周邊的人事物 編織出一個 他要去檢舉的 涉及匪諜案的事件 然後跟長官請假到台北 要去檢舉 這個文件提醒的 是在戒嚴的七十年代 甚至於八十年代初期 被捲入這個特務機制的 無辜的熱血清廉 如果他們看到 連這個都露出去 那他們所寫的報告 他們所做的檢舉 就是同一個時代 他們還在檯面上 他們想要知道自己的東西 是不是流出去在這些人的手中 你們的案子太離奇 大家都覺得背後一定有動機 因為你們太矛盾 第一個 犯罪偵查沒有那個下午開會 然後立刻出動 兩三個小時之後就出動的 犯罪偵查沒有那個 很快搜索 可是又不予移送的 你們很快搜索 又不予移送 在這幾天你們都告訴我們 你們是想要去了解 總共有多少資料 然後流向是什麼 沒錯 你們接受到的指示 應該就是這樣的目的 有多少人現在還在檯面上 有多少人內心在擔心 當時他們寫的報告 當時他們做的檢舉 會不會流失在民間 最後被揭露 這是台灣社會的傷痕 我還是要說 我在昨天同時接到的是 受害者的家屬 受害者的兒子拜託我 問我說 我手邊掌握的資料 有沒有他爸爸的資料 他爸爸被殺害 是嚴分地帶的文青 他想要知道真相 所以我們的加害者 跟我們的被害者 還沒有轉型正義的過程 還沒有共同去面對這個傷痕 的時候 就會發生侵犯人權的這個事件 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民主 因為沒有轉型正義 我們必須恢復真相 讓所有人都勇敢地面對之後 我們要包容 我們要赦免是那時候的事情 可是當一切都沒有面對的時候 有多少人的恐懼 會造成侵犯人權 有多少人的傷痕 會變成暗夜哭泣 有人在暗夜哭泣 有人在侵害人權 就是這個事件 赤裸裸顯示在我們的眼前 台灣當代的事實 部長 我知道真相 真的不是你能抗拒的 沒有轉型正義就沒有民主 我希望在座所有國防部的同仁 使料的保護就是轉型正義的基礎 我再度在此重申 絕對不可以像這樣前天打電話 要求要調閱資料的人 除了原來的身份證 還要繳交戶口名部 收回成命 絕不可以做這種事 部長你答應 我們這個事情我們當然要做深刻的檢討 就因為這兩天嘛 你們就開始通知 要調資料的人說 趕快要交戶口名部才要給資料 你們在限縮調閱權 你們已經數位化的資料 要調閱本來是身份證在第一次的時候申請 然後每一次要申請還要審閱 現在說兩件 第一個審閱會更嚴格 第二個要交戶口名部 如果我們有 我沒有下這個令 如果有這個事實 委員告訴我們 我們去了解到 是為什麼這樣 這是不可以的 我接收到資訊 都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有這個事實啊 這兩天啊 我們一定是按照我們的檔案法 來做這些調閱的規定吧 怎麼做 你在這裡承諾 我承諾 不會要求調閱 不會不會 我們一定依照規定來做 不會來限縮 憑什麼要把監控的範圍 擴及人家的家屬 這個太離譜了 我們沒有去監控 這個是逆襲逆向啊 沒有要朝向更民主化 是更限縮啊 你沒有下令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下令 也沒有限縮這些 他們的權利 事實有發生 回去以後 委員可以提供資料給我 我們去了解 資料你們都找得到啦 我找得到 你們就應該找得到啦 是 我們不會限縮 我們現在做 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國防部裡面 只有把我們自己的 去執行這些事情 我們來做一個檢討 做一個更符合法制化的來做 當你們的同仁 接到這樣指令的時候 他們自己都覺得不應該 很多 我們之所以會把問題提出來 都是因為內部還是有很多人有良知 部長 承諾 不必繳交戶口明部 只要他符合規定 如果是我們國防部的規定 這是不對的 同樣跟這個先生一樣 在賣這些歷史文件史料的人 不久前才賣給中央研究院一批 五百萬元的史料 政府一體 中研院知道這個是流落民間的史料 如同本席所說 他們是歷史的拾荒者 應該把這些史料當作是他們個人的資產 願意把它買回 同樣是政府 你們看到人家手中有資料 竟然把人家當作罪犯去侵犯人權的大事搜索 政府一體 為什麼軍方的文化 落後這個社會 這麼沒有下線 部長 你這幾天也很難過 是的 可是我們苦口婆心 希望整個軍中現代化 台灣的軍隊如果沒有現代化 你們是有敵國的 是有敵國外患的軍隊 你們如果自己的內部都不能夠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 能夠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 兵源從何而來 優秀的人怎麼趕進來 然後如何有高昂的士氣 為國拋頭爐灑熱血 當你們沒有跟你們的人民共同呼吸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期待你們可以保衛我們的人民 我希望你們借之勝之 是的 我們 這個事情的真相 永遠沒有辦法查出來 當我知道可能的真相的時候 我知道它永遠沒有辦法查出來 但是我們還是期待我們的檢方 有足夠的能量 我只能夠說你今天送的這兩個名單 離世時很遠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